陈某人播讲 摸骨神算 我记得那是三月份 在江西平乡市的一个小山村 早上六点多钟 那喧闹的狗叫声早已经停止了 远处传来了一两声的鸡鸣 打破了这黑夜的宁静 这四周依然是一片漆黑 天边有几颗星光闪闪的若隐若现 这坑坑洼洼的乡村道路上 一辆挂着一春牌照的大众越野车 快速的行驶着 全人不顾道路的凹凸不平 车上徐国庆紧紧的握着方向盘 避开了道路上的一个一个的深坑 副驾驶上坐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两眼微闭 像是刚睡醒一样 爸爸还要多久才能到啊 坐在副驾驶上的小孩 睡眼轻松的问了一句 快了 徐国庆头也不回回答了一句 两眼直盯着那黑漆漆的前方 像是生怕路旁会突然间 冒出什么妖雾来一样 没过一会儿 车灯照亮的前方 有一间毫不起眼的瓦房冒了出来 到了 快起来 徐国庆把车停到了一边 转过头来 对坐在一边的儿子说了一句 两个人下了车 直奔那瓦房而去 没过几步 就见到有那瓦房 嘻嘻啦啦的站着好几个人 徐国庆不由的骂了一句 他带着儿子静止朝那大门走 那大门虚掩着 一个皮肤幽黑的矮个的男子站在门口 伸着手挡住了两个人的去路 要找曾老先生请到后面排队 那个男子礼貌的说了一句 徐国庆一遍 前面还有五六个人 而现在天已经渐渐的亮了 这老先生有个规矩 天一亮就不办事了 这大老远的 如果今天办不成 又得多等一天 这鬼地方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的 那住的什么地方都没有 要真是这样的话 不知道又要徒生多少的麻烦 他忙从河里边掏出了一根烟 递给那个幽黑的男子 兄弟 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们这从一春连夜赶过来的 那个幽黑的男子接过烟 自顾自的点了起来 别说你们是从一春赶过来的了 后边还有长沙赶过来的 还得到后边排队去吧 徐国庆没办法 他只好拉着儿子 兴兴的走到后面 心里边只盼着 天不要亮的太快 好不容易 一个多小时了 等天色眼看着就要亮起来的时候 前面还有一个人 徐国庆有些 焦急起来了 快点快点 他在心里边默默的乞讨着 也许是上舱给了他祈求吧 不到五分钟 前面那个人终于出来了 脸上一副死人的表情 到你了 进去吧 那个幽黑的男子推开门 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同时转过身 对后面的几个人说了一句 后面的同志 明天再来吧 天亮了 后面顿时就是一片的叹息声 徐国庆他想起了前面的那个人的脸 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了 拉着儿子的手满是汗 走着进门 借着那微弱的灯光 穿过堂屋 就是一间古色古香的老屋子 门是虚掩着的 徐国庆敲了敲门就走了进去 那屋子里面一片漆黑 几乎没有一点的光亮 徐国庆看了看 他才勉强的看清楚了 屋子里面的摆设 一张桌子 一张凳子 以及一张老式的木床 床上坐着一个人 但是看不清楚长相 想必这就是传说中的曾老先生了吧 曾老先生 我们今天来 徐国庆急忙的说明来意 做 话还没说完呢 那曾老先生就冷冷的打断了他的话 手给我 还没坐稳呢 曾老先生又说 那声音就像是寒冬的霜一样寒冷啊 徐国庆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地了过去 那曾老先生接过徐国庆的手 仔细地摸了起来 一会儿再手心揉揉 一会儿再手背捏捏 一会儿又搭搭麦 就像是一位专业的老中医一样 如果不是因为曾老先生的身份 那别人肯定以为是徐国庆被调戏了 如果说曾老先生的声音冰冷的话呢 那么他的手掌无疑是冰冷的 徐国庆仿佛置身于冰窖一般 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你去年五月出车祸了 撞了一个人 但是没死 曾老先生放开了徐国庆的手 用冰冷的语气说着 你左边腿上有个疤 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 还有九五年的时候 你开始做生意 但是一直不怎么好 九八年的时候 发财了 赚了五十多万 徐国庆当时就是一惊啊 他下巴差点没掉到地上 这老先生简直就是神仙啊 没想到这些事情他都知道 九九年 你出差碰到一个女人 这人在你内心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不过幸好你没碰她 曾老先生接着往下说 去年年底 你收了个徒弟 这人头长眼尖 很会说话 你要小心 徐国庆连忙的点头 他恨不得马上趴到地上 已是对曾老的佩服的五体投地 那曾老先生也不看的 继续说 你今天来主要是两件事 一件是想知道车祸的事什么时候能解决 因为对方一直找你麻烦 让你赔二十万 要不就打官司 但是你不愿意 还有一件是想问问你儿子以后的前途 徐国庆又是一惊 他自己都没有开口呢 曾老先生全都替他说出来了 倒省了不少的口水跟说话的尴尬 放心吧 曾老先生的语气有些缓和了 下个月你的事就解决了 而且一分钱也不用出 上次被你撞的那个人 下个月还有次车祸 不过这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那曾老先生叹了口气 语气当中有了一点人情味 徐国庆本来是想开口询问儿子的前途的 但这又觉得有些唐突 这话到嘴边呢 又咽回去了 圆满着能有一分钟的沉默 这曾老先生才继续说 至于你儿子好好培养 以后会是个一方之主 让他好好做人 千万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是是是 我一定好好地培养 今天就到这儿吧 你们走吧 徐国庆如临大赦一样 急忙从口袋里边掏出了 准备好的红包 放到桌子上 然后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 这才拉着儿子退出了屋子 曾老见二人离去 叹了口气就翻身躺下了 那红包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两个月之后 曾老收到了一封从遗春寄来的信 信中说 感谢曾老的指点 那位曾经被他撞伤的人 已经于上周车祸去世了 他出于人情 想给出事人家里边送点钱去 结果发现 一家人全部在那车祸里边丧生了 这个故事 是我一个大学室友 小的时候的经历 在一次卧谈会的时候 他说起来的 当时说的无比的激动 想到这天下之大 无其不由 仅仅靠着摸骨 就能够断得这么详细 这老先生的本事 不通凡响 同时也让我明白了 这世上 根本不存在什么 大数小数之分 只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就像是玩游戏 同一样的英雄 有的人玩起来 那就是渣子 而有的人玩起来 就是神 至于室友 后来是不是一方之主吗 现在啊 无法得知 因为我已经跟他断了联系 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对我说 对我说 感谢观看